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造美丽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飞武警发发哥 发哥今天要继续讲这本书 半导体地缘政治学 半导体的地缘政治学 由日本的半导体的专家 日经新闻里面很有名的 这方面的记者 科技方面的记者 太田太宴 所谓精心所写的这本书 这本书是惊心动魄的一本书 是最近非常引起注意的一本书 因为它暴露了非常多世界上 正在行径中的秘密的一本书 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是由这个 简单金原体的观点来看 现在世界整个地缘政治 因为金原体的发展而被改变了 但是很多人不知不觉都没有感觉了 那么这本书由台北的野人出版社所出版了 好这本书因为很多专门的知识 但是它又非常重要 如果我要来讲 但是如果你对金原体或者是半导体的一些历史 一些大的厂商 平常没有研究的人 我说一说你听不着 但是不讲又不行 因为它现在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全 国家的秩序 还有现在台湾的处境 偏偏我们的政治 我们现在的政治节目 或者我们的政治人物 都远远的落后我们的科技界 差不多十年到二十年 我们的政治人物几乎都落后到 像张忠摩这种科技专家 最少都落后十年 但是这个金原体 它是不只影响到整个工业发展 发哥上个礼拜就讲过 金原体今天影响 它已经不只是工业的基础的问题 商业基础的问题 它已经是深深影响到国皇工业了 在乌俄战争里面 我们看到整个金原体 几乎就是影响到战争了 俄国那么强的军事强权 去打乌克兰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会被乌克兰打到比清连种 原因在哪里 乌克兰也不是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美国欧洲的军事武器来的时候 他教给他们的武器 美军去偷偷后面 进去的佣兵 他教他们的教练 使用的武器是乌克兰的军队以前 想都没有想过的 乌克兰的军队里面 其实进去了一群大学生 这群大学生穿着军装 他其实没有在第一线用机关枪 他是在军队里面的某一个房间里面 在玩电动玩具 你说玩电动玩具是开玩笑的说法 他是用自杀无人机 在用电动玩具式的用自杀无人机 那个秘密的教室里面 战壕里面的这些人使用美国的秘密的镜片所形成的导引器 去把那些将军干掉的 这些将来等到乌俄战争结束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秘密 你简直就是像看好莱坞的电影一样 将来这些片段都会被拍成好莱坞电影 美国现在是不愿意先暴露这个内幕 台湾也派了一群人去在那边学习 你知道吗 台湾是有一个 对我们知道战时的一个 他是那个是在第一线 台湾最起码有一百个这种军人在里面 那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工程师 除了军人以外第一流的工程师 我告诉你 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的晶圆体 它除了是工业的产品 它同时也是国防的武器 好最近在选总统选了以后变成怎么样 蔡英文去访美 他是现任总统 到中南美洲去顺便到美国绕一绕 就见了麦卡锡 见了这些重要的一些东西 然后美国呢 也派了一些参议员 国防事务的参议员 公议员来到台湾 然后接着来了一群军火商的团体 他们要谈什么 我们当然不知道 越列知道了 不用说完全不知道了 细节我们不知道了 当然中共很紧张啊 他们当然知道说 这团来刚才不是简单的事情 它紧张的原因不是 它卖给我们几颗灰弹 而是他们要在这里制造武器了 那在这里制造武器 还不是中共最紧张的啦 中共最紧张的 它知道台湾有最进步的 晶圆体的技术和AI的技术啦 有美国的军火工业的底子 加上台湾最尖端的晶圆体 和AI的技术 会制造出什么样的武器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知道啦 这个东西结合起来台湾会制造出全世界多么吓人的武器 他们不晓得啦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叫做不晓得 我们为什么怕鬼 鬼从哪里来 从哪里去 鬼会做出什么事情 不知道 所以我们最怕鬼啦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对神敬畏 因为神从哪里去 神会去哪里 神会怎么惩罚我们 神会怎么保护我们 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叫做最可怕 所以也是如此啊 好 这个蔡英文这样 赖清德去了日本 日本有一些见面 赖清德之间 和小美群对美国那么熟 民进党这样 所以国民党也要赶快派人出去接洽看看啊 结果国民党派了马英九到中共那边去 和习近平底下的人马接触 那是落伍专制的地方 还在那喊那个东西 好 抢先国民党 下来的是郭台铭啊 我想争取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提名啊 他跑到美国去啊 见了科技界啊 说我是科技界的 这个台湾鸿海的科技界的老板 我去美国见一些科技界的人 然后就跑到日本去 我和日本的科技界的人见见面啊 我们有合作事业啊 好你国民党要不要提名我啊 我在美国和日本都见了科技界的人啊 我有科技界的实力啊 有那个底气啊 国民党的呵呵做事 那搞搞啊 紧张了啊 那我也都出去跑一跑啊 但是要跑到哪里去 美国要去访问谁啊 日本要去访问谁啊 没有线可以签啊 那我这句话跑到新加坡啊 到新加坡晃一晃啊 好你到新加坡是要冲杀啊 你要去新加坡看夜市吗 你要去新加坡玩一玩 看看他那个喷水的人面师生 向他们开个照吗 你要见谁啊 新加坡谁要跟你相见面啊 好新加坡你要看什么啊 看玛丽甲海峡吗 果然的看着这肤浅的东西啊 但是新加坡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看吗 你搞搞你没有好好做功课 你知道新加坡是多么重要的国家吗 你搞搞你就没在做功课 新加坡美国在衡量 有两个国家是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的 一个是东南亚的新加坡 一个是在前苏联的共和国里面的亚美尼亚 很多人以为亚美尼亚上次和亚赛拜人打战 打败战被亚赛拜人打败了 所以亚美尼亚是一个弱国小国家 你搞错了 亚美尼亚现在是中亚最强的国家 不能因为打了一个小战争 死了一个一千多人就说他输了 下次再打你看看谁会赢 奥巴哥过几天会介绍亚美尼亚 为什么是中亚最强的国家 而且是最可怕的国家 中亚那些国家 亚赛拜人周边的国家都是肥教兔啊 亚美尼亚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 你知道吗 亚美尼亚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 你知道吗 在台湾恐怕很少人听过亚美尼亚吧 有去过亚美尼亚去游玩过 玩过的观光客大概更少吧 好下一次讲亚美尼亚现在我们来讲新加坡 台湾人熟悉的新加坡 去新加坡玩过的很多 每一次我问到新加坡你印象怎么样 很干净啊 没有人敢丢垃圾啊 丢垃圾会划啊 什么什么 新加坡就好像医院一样 整个新加坡干净的不得了 那剩下的呢 新加坡吃东西很方便啊 比台北还方便啊 新加坡很有次序啊 新加坡也是多民主国家啊 有华人啊 还有这个马来人啊 印度人都有啊 新加坡说台语也会通啊 然后呢 新加坡人大部分都很会讲英文啊 然后呢 没有啦 那你在新加坡怎么样呢 玩三天就没地方玩啊 那么小啊 那是你不懂新加坡啊 美国为什么说 现在东南亚国力最强大的国家 叫新加坡呢 新加坡才两个半台北市大 他的军队还要台湾训练呢 你知道星光计划吗 他的军队就人口那么少 所以军队也是这么 那么小一个地方啊 两个半台北市大 他的军营也不过就是那样的 军队人数那么少 军队还是台湾帮他训练的 美式装备 你怎么说他是军力 新加坡是国力最强大的国家 他国力到底在哪里 那个军队能打仗吗 就算能打仗 他那个军队要到哪里打 他腹地那么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的军队一跨过 这个海峡到新加坡去 还没有打就投降了 屯部 所以呢 新加坡到底 美国为什么推崇 新加坡的国力最强 现在已经变成东南亚最强的 美国是凭什么去说 新加坡变成东南亚 现在最强大的国家 OK新加坡有两个最大的力量 大家所知道的第一个力量是金融的中心 新加坡是亚洲金融中心 新加坡当初独立的时候 李光耀当第一任的总理 李光耀当总理第一次开内阁会议 每一个来的部长都满面仇龙 李光耀问这些部长说 大家绞尽脑汁 大家想一想 我们新加坡到底有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被马来西亚联邦逐出去了 赶出去了 我们新加坡独立不是我们争取要独立 是我们被赶出去了 我们必须成立一个国家 大家想一想我们新加坡有什么 每一个部长都仇怜满面 我们新加坡什么都没有 我们新加坡只有阳光和海洋 太阳很大 然后就看到海水 结果李光耀说 有阳光和海水还不够吗 你看李光耀有多乐观 结果谁是正确的 李光耀是正确的 有阳光 所以可以变成欧洲人最喜欢来的旅游中心 来日光浴 来这里观光 欧洲人正好白皮肤 喜欢晒太阳 晒晒古铜色很好 那么新加坡在旅游的中心 发展旅游业 有海水 因为海水宅小的马利亚海峡 所有的货轮要从这里经过 所以新加坡控制了马利亚海峡 所以地理地缘政治方面重要 每一艘船都要从这里经过 我们在这里守住海峡 搓关水 然后所有的货轮从这里经过 我们可以变成一个金融交换中心 所有的货物在这里经过的时候 我们有个金融业银行业从这吸收到这里来 谁都需要金融 果然按照李光耀的理想 把所有的人才都吸收到新加坡来 这个历史就非常像一个国家 法科曾经讲过的国家 那个国家叫做荷兰 荷兰建国之前是一个尼德兰 也就是把土地都在海平面以下 烂泥一堆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刚好西班牙迫害基督教 所有基督徒 最优秀的基督徒 最好的人才没地方去 就逃到尼德兰去 这些人都是钻石加工业的 买卖的犹太的 或者是信基督教的新教徒 各地最精英的基督徒 或者是另外不同理想的天主教徒 荷兰有最大的包容力 所有的人才到这里 喜欢冒险的人到阿姆斯特丹 同样的新加坡呢 那些被歧视的华人 最精华的华人到这里来 在印度受到种姓制度排斥的 不同的不认同印度教徒的人到这里来 在巴厘岛在爪哇被歧视的 不同宗教的人的人才到这里来 然后所有的最精彩的人到这里来 逐渐的所有的人才 变成新加坡吸收的中心 那么这批人在这里慢慢的变成 商人的集散地 珠宝商的集散地 经营的人才的集散地 人才就是国家最重要的资产 新加坡逐渐的变成了亚洲的金融中心 所以新加坡是前半段时间 在二十世纪建国的前半段时间 逐渐凝聚的一个力量 叫做金融中心 行业中心 交易中心 观光中心 这是新加坡实力的开始 它起点 李光耀的设定就是正确的 就是金融中心 但是今天的新加坡又转型了 转型变成什么东西呢 来一会儿见面 各位听众们 我是五金法科 法科开工啊 讲这本书 半导体的地缘政治学 那么今天讲 半导体所带来的世界革命 它的条件再也不是国家土地大 人口要多 半导体的奥妙不是在这里 半导体本身这个东西就 就不是在讲大 它本身就是越小越好 越小越精密 能够储存越多的资料 它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象征 好新加坡你想想看 这个国家就是那么小 然后它是一个金融中心 二十世纪前半段 它是世界亚洲金融交换中心 它是这样立国的 然后你想象不到的另外一个东西 是新加坡很幸运的 它变成了世界那个 尤其在亚洲的那个 海底电缆的中心呢 你知道海底电缆的中心 有多重要吗 所有的资料讯息 经过海底电缆 从集中到新加坡为中心点 然后再从这里中心点 再散出去到世界各地的点 那么新加坡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变成资讯的中数点 好像我们身体神经系统的中数点 中数点它就会集合非常多的资讯 那念资讯的人就会知道 国家力量啊 储存越多资讯越多资料 就是力量的表现啊 一般老百姓听不懂这句话 但是学资讯的人 或者现在学工商的人 这句话他马上就懂了 我发哥讲这句话他就懂了 储存最多工商资讯各种资讯 资讯储存最多资讯的国家的人 拥有最多资讯的人 就是国家强大力量的展现 海底电缆在这里为中心点 再出去 它储存了最多的世界的资讯 在这里啊 那么这是第二个条件 那以前储存资讯 是用别的方法在资讯嘛 用电脑啊 这些东西的储存 现在呢 现在储存资讯最大的一个力气是什么 就是晶圆体嘛 发哥不是讲过了吗 以前要用很大的 大的超级电脑 大到不得了 要用几个房间大的那个 大的电脑 现在再用一个几厘米的 几奈米的那个晶片 就储存进去了 然后经过这个晶片的储存以后 再放到伺服器里面去啊 那伺服器里面 经过伺服器 然后储存到那个 大量的资料里面去啊 发哥不要再讲下去 讲下去 越讲越专门 到时候会听不着啊 一般的听众们都听不着啊 但是你一个概念就知道 谁拥有那个最完整最大量的资讯啊 谁的国家的力量就最大了 因为这样啊 新加坡土地小人口多 没有什么资源 结果但是他拥有最多的人才 所以新加坡的政府讲究效率 他的国家资源发展资源 国家经济发展局啊 简称为EDB啊 好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EDB 这个机构啊 力量有多大 你知道吗 EDB啊 不是美国的CIA FBI不是这样的机构 但是呢 他有那个机呢 而且他厉害在哪里 他非常擅长那个 和罗郎这种秘密贸易的手段啊 我说和罗郎是啥 和罗郎的特征是什么 和犹太人习惯一模一样啊 就上红包啊 你知道吗 送红包啊 送红包解决问题啊 但是EDB所做的不是送红包 送红包是送真正的钱啊 但是他代替国家呢 给外商啊 争取争取的外商 私下签协议的好处啊 不是真正给你钱啊 EDB呢 这个 这本书的作者呢 太甜太艳了 他说呢 这个组织实在太厉害了 他和他接触的经验啊 这EDB这是国家的机构哦 新加坡的国家机构 叫做经济发展局啊 他专门啊 只要外国的外资公司 要来新加坡投资 这些公司他马上就 EDB的人就马上就会调查得很清楚 这个外来投资公司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的背景如果是中国共产党 他马上知道 或者是这个投资公司的外景 背景是美国公司 英国公司 他背后的操纵者是什么 这个公司的背景是 阿拉伯大公国背后的哪一个基金会 他马上就清清楚楚 然后这个公司要来新加坡投资 他的基金有多大 他对新加坡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他马上知道 然后他从这里面去选择对新加坡最有利的投资公司 他只要确定了这个公司来新加坡投资 会给新加坡带来最有利的公司 EDP马上会派人去 under table 就是在桌子底下里面达成教育 他绝对不会在桌面上达成教育 比如说某一个美国公司 犹太人的公司 要在新加坡投资 他也听到说 他可能也要到台湾去投资 他在这个公司 在衡量在新加坡投资好 还是在台湾投资公司好的时候 台湾还没有出手 台湾的政府还没有出手 新加坡EDP的公司就出手了 就派人去和那个公司谈 你在新加坡投资 你想要取得什么 你想要得到什么利益 EDP就把它挖走了 你要我们新加坡什么政府 这个租税减免 租税都低或怎么样 土地什么什么 我都替你解决这些问题 你不要到台湾投资 到新加坡投资 就把你挖走了 台湾公司还在那边 政府还在跑程序 他就挖走了 如果这个外商公司 经过这个EDP调查结果 这个根本是中共的高干 在洗钱的公司 这个不要 他就不要了 所以这个太田太宴说 EDP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公司 简直太吓人了 与其说他这个每一个公务员 他说他见面的这个人 EDP的公司的人 他们都很谦虚的讲 我们的每一个政府官员 都是业务员 都是业务员 我们国家很小 所以我们国家对我们很好 我们吸水很高 所以我们不会贪污 我们都是干业务员 这种精神去为国家拼命 但是太田太宴说 他讲他们是业务员 是谦虚 我认为他们全部是特务 他说他们那种作风作法 简直就是特务 他为什么说他们是特务呢 他说他谈到日本的一个企业 要到新加坡去投资 他在吃饭聊天的时候 他竟然把我们日本那家企业 里面的社长空缺 哪几个派系 我们那个日本企业里面 有分成哪几个派系 哪一个派系 哪一个派系 怎么斗争 谁想要争取当社长 现在是哪一个派系的某一个人 最可能当社长 他已经了如指掌 他说我们连日本人 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对我们日本那个大企业的 董事斗争 董事有几票几票 他都知道 他说新加坡这个EDP 太可怕了 他为了要把日本这个公司 争取到新加坡去设中心 他把我们日本那个企业里面 的人事斗争派系 都弄得一清二楚 他哪里是业务员 他根本就是商业特务组织 所以新加坡 不会有人是他的对手 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他你再看看 他说整个新加坡 光是Google Google在新加坡 就设立了两三个中心 Google从事在新加坡设立中心点 也在台湾设立中心点 但是这个作者没有讲Google 为什么不在日本设立中心点 他也没有讲到Google在台湾设立中心点的原因 他只在说新加坡为什么要无论如何把Google弄到新加坡去 他说Google新加坡的地价比日本还要贵啊 甚至比东京还贵 那么Google为什么会选择在新加坡呢 Google的中心点为什么设在新加坡呢 新加坡的地点地价什么都比日本贵啊 他说Google选择设在新加坡 原因不在Google 而是新加坡的政府 泰田泰院讲说 Google把点设在新加坡的原因 一定是EDP在私下和Google达成的协议 他暗示的原因就是说 Google一定是被新加坡政府买了的 新加坡政府给了他所有的好处 所有的方便 叫Google去设在那里 那么新加坡为什么无论如何要把Google设在那里呢 因为Google可以提供最多的资料 可以提供最多的咨询 那么EDP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他就是要把半导体的中心点 争取到新加坡来 所以现在的新加坡可以说呢 他是有两张脸 这个形容实在太生动了 今天的新加坡有两张脸 表面上那张脸呢 他是亚洲金融交换中心 他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私下的一张脸是什么 私下的一张脸 他是亚洲金融中心 现在在新加坡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他的土地面积只有两个台北市大 当然是有美光金融体的 美国很大的科技中心 美光科技在那里 有格洛方德公司在这里 这是美国两方德有多大你知道吗 美国格洛方德公司有多大你知道吗 他世界第三大 他只仅次于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 第三个就是格洛方德 他现在拥有美光格洛方德 和欧洲的易法半导体 还有拥有台湾的联电 联电以前和台积电是在争龙头的 现在联电当然输很远了 但是联电虽然输这个台积电很远 但是新加坡不放弃联电 他认为联电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所以把联电拉进去 美国的美光格洛方德 欧洲的易法半导体 再加上台湾的联电 这四个大的金颜体中心 全部争取到一个小小的岛 叫做新加坡 它连结起来它会产生多大的 多大的这个能力 你想想看 所以你这些看看 你就知道新加坡野心在哪里 格洛方德后面的公司 虽然是美国公司 你知道格洛方德后面的投资的力量是谁吗 格洛方德背后的老板 正正的老板是阿拉伯大公国的王室 他后面正正的老板是阿拉伯大公国的王室的一个基金 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到了 EDB现在招揽外国的半导体企业的名单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战略性的招商的投资的组合 它是以美国商业的这个大的半导体为中心 然后把欧洲的半导体的强者也拉进去 把台湾的联电也拉进去 一点都不遗漏 它目的在干嘛 它目的在干嘛 把这几个欧洲的台湾的美国的最强的半导体中间的精英 在这里建立一个世界级的资料的平台 好 它建立一个资料平台用意在哪里 就是发哥刚刚所讲的 现在战略 资料平台就是国家的实力 国家的实力 你拥有最多的资料 拥有资料平台 拥有最多全世界最多的资料 这个资料平台就变成不可或缺了 当有一天如果真的新加坡受到侵略 这个侵略国家 它不知道会从哪里来 说不定哪一天中共的那个武力真的失去理性 在南海扩张扩张到有一天 你敢保证说他不会这个侵犯到新加坡吗 有可能啊 像当初日本的军阀这样一直扩张扩张到最后占领新加坡 他新加坡当初想得到吗 中共现在南海势力一直扩张扩张扩张到有一天会威胁到新加坡 他可以想象得到吗 他也想象不到啊 或者是印度的军力一直扩张到哪一天 在某一天威胁到新加坡的时候 他那也想不到啊 那么新加坡的军队的武力 他有办法保护一个那么小的国家吗 他的实质的军队力量是保护不了新加坡的 但是他的平台资料平台变成这么大的是这么关键的时候 谁会替新加坡打仗 只有一个国家会替新加坡打仗啊 为了保护他的国家安全啊 那个国家叫做美国还是美国啊 美国一定会去为了保护这个新加坡的这样子的大庞大的资讯平台 美国非得出兵器保护新加坡不可 这个就是新加坡今天的国安考虑 国防考虑他除了亚洲金融中心以外 他的野心还是要建立一个亚洲资讯平台 他要把半导体在新加坡成立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讯中心 从新加坡回过头来你看台湾 台湾的强大在哪里 台湾的强大就是他已经形成了亚洲最强的台积电 联电这个联花科这些他已经在台湾形成了亚洲自由世界 包括美国欧洲不可或缺的金元体的最尖端科技的中心 所以为什么欧洲美国一直再三给中共讲台海的和平已经不只是台湾的问题 欧洲美国绝对要维护台海的安全 原因是你不可以在这里使用武力 因为这个会威胁到全世界的安全 所以台湾的金元体 台湾的半导体的优势 已经使得台湾自己本身的武力以外 变成一个很大的国安的保护的力量 这个就是今天台湾最大的国安的一个复国神山 原因在这里 在这方面来讲 我们金元体的发展 就是我们国安的背景 国安的靠山 当然我们的军队也要贬更多的预算来充实我们的国防 但是我们有金元体的优势 我们有这种金元体的晶片的优势 我们很快就会发展出最先进的武器 只要美国在军武方面放行 把我们的捆农所放掉 台湾做出来的武器你会吓死 告诉你 现在美国正式把这些捆农所放掉 台湾韩国日本 在十年之内会变成亚洲的军事武器军武的怪兽 所以发哥最后包一支名牌给你 这支名牌叫做 你如果在玩股票的 这一年之内两年之内 台湾的只要有关系到军武发展的 你长期的投资在这里 不会错的 好 我当然不知道讲哪一支 讲哪一支就不对了 对不对 不是我这个这行广播的人应该做的责任 对不对 不应该做的这个事情 谢谢你的收听 明天才感觉时间再见 拜拜 这些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